在千年寫贊片中 透過洗漱的幫忙下 醫護等人開始前往虛圈 前距就被抓的破面 就這樣來到了虛圈 移進來卻是在天空中 醫護早習慣這胡萊的開場 異形人從風中掉了下來 好險沒被敵人發現 起序判斷敵人早就放心認為 附近沒有活著的虛貨破面了 眼看四周都是屍體 找不到倖存者 可見敵人相當殘忍 甚至在虛圈點燃了火焰 眼下來活著的破面幾乎都被敵人捕獲 醫護打算全部都拯救 配線盡量醫護絲毫不猶豫 明明之前這些人還是敵人的說 其他人也跟著醫護的腳步衝上前 只是敵方的長官基爾捷這邊 警民被擄獲的破面正策劃著什麼 基爾捷打算開始挑選加入帝國的破面 挑選方式透過被攻擊的反應來進行 要是輕易被殺了想當然就是失敗 基爾捷毫不留情的開始攻擊 雖然有人主動攻擊了基爾捷 拿出了本應該被沒收的武器 兩人正是曾經在男人身邊的破面 但兩人完全不是基爾捷的對手 不過看在他們敢反抗就算通過測驗 雖然有人發動攻擊 敢反抗的破面一個接著一個 三位破面來挑戰基爾捷 藍藍事件結束後 活著的破面還真是不少 這三位是哈里貝爾的隨眾 此時醫護這邊感受到他們的靈壓 涅爾一般解釋在戰鬥的破面是誰 簡單說就是很瘋狂的三人組 三人組開始對敵人反擊 敵人無法對護他們 開始逃跑 但在基爾捷面前可不一樣 基爾捷勸三人組投降 他們的實力一定何個能加入帝國 加入帝國後就能和哈里貝爾團聚 然而三人組毫無猶豫的拒絕了 只是斯文界這邊召開隊長會議 技術開發局戰說明敵方的身份 這面目就是滅雀師 陸進發誓和宣戰目的是什麼都不重要 忍耀戰現在最想知道敵方基地在哪 可惜這點念簡歷也還沒查出 現在只能等待宣戰日到來 做好充足的準備迎敵 副隊長們這邊也聚在一起 霍奇亞很擔心獲益狀況 只是吉郎推測這次的事件都有關聯 但技術開發局卻表示 失蹤案子是民眾之間的衝突 吉郎接著問十一番對現場調查的結果 注意到了足跡的疑點 足跡中的草鞋不該會出現在那的 所以判斷草鞋其實是死神 很明顯技術開發局隱瞞什麼 這次必須報告上去 此時醫護這邊已經接近到戰場 看見山安佐與吉爾傑的戰況 看來山安佐輕易就被解決了 接下來就輪到醫護上了嗎 吉爾傑一看就認出醫護 醫護可是被列入特別注意戰力 看到敵人死出飛籃角 醫護才確定敵人的身分是密確施 敵人也沒有要隱瞞的意思 帝國這邊收到了吉爾傑與醫護交戰中的消息 又號發號表示是時候出動了 現在正是侵略士輪界的最好時機 宣傳知識就這樣提早了 此時聶簡歷向元朗災報告 失蹤案其實是技術開發局未經許可 抹殺了流魂街的民眾 為了品額在虛圈效事的魂縫才不得已這麼做 聶簡歷早預料這事態的發生 要怪就怪千天前的元朗災 並沒有把綠花八給徹底殺了 作詞也 Division 剛才響 masculine選擇 contrast可詞 我值得封你 好 custom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